觉得像不像 像啊 试到你自己觉得像吗 我觉得还不错 还不错 不过没有戴口罩会更好 街头艺人首会戴着口罩的 金融市长林佑昌Q版画像 连本人都觉得像 今年3月 金融市文化局推出街头艺人新制 包括许可证及展演申请都采取线上操作 及北北基三世共同机制 虽然受到疫情影响 有很长一段时间无法在街头演出 不过这项新制衡或好评 到目前为止 已经累积申请1172张街头艺人证 也就是你不限受限空间 跟不受限地点的方式呢 所有想要参与街头表演的艺人们 都可以来申请艺人证 然后能够在街头进行演出 那到现在为止 我们现在累计的街头艺人证 已经有1172张了 那这张证呢非常的有价值 因为它是北北基共用 就是你在台北市新北市跟金融市 三处只要在一处登记街头艺人 就可以在三地登记进行演出 那我想这个街头艺人的风潮 希望在疫情解封 然后我们逐渐回到正常的生活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更多在街头展现的一些活力 跟一些表演的艺术 而在疫情逐渐和缓下 金融市政府也计划10月2号 在海洋科技博物馆广场举办街头艺人 的一个表演也刚好趁这个机会 因为原本就已经准备好 那时间点也刚好配合上 那我们会在这个10月2号开始 再来举办这个一期一会 街头艺人的嘉年华会 来为整个的一个我们恢复正常的生活 来进行一个暖身的一个动作 除了表演艺术的活动 现场还将规划街头艺人四集 包含捏面人造型气球吸管制作 人像速写等20组展演摊位 展现艺术的多元样貌 邀请大家一起来重温正常生活的美好 记者张琴辰金融报道